炎热的夏天不论是走在街头还是喷睡池边消暑的民众几乎人手一只冰淇淋 欧洲热浪高温推升了冰淇淋的买气 加上没有观光限制让许多冰品店的人潮落意不绝 全球十万家手工冰淇淋店要超过三分之一在意大利 每家制造商都有自己研发的创意配方 其中知名手工冰淇淋品牌Katabi Johnny 在一九四六年就开始生产制造蛋卷冰淇淋的机械 并且在两千零三年在意大利的波隆纳开设冰淇淋大学 教授来自全球各地的学生制作手工冰淇淋的传承手艺 让学生将想法跟对冰淇淋的热情落实 创造出不同口味的风格 过去两年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冲击经济 让冰淇淋的市场需求大幅下跌百分之二十 如今在与疫情共存的时代下 重新展开了手工冰淇淋的事业 今晚一开始遇到了原料物价大幅上涨 但酷暑也让消费族群快速增长 让冰淇淋再度成为夏季热销的产品 除了意大利 英国也因为高温出现了冰淇淋的热买潮 还有知名服装品牌在伦敦推出了冰淇淋概念店 与不同的商品像是番茄酱 酱油等业者结合 颠覆了冰淇淋是甜品的概念 研发出许多特色的酸味 鲜味 辣味冰淇淋口味 大受考评 这些冰淇淋不只能够单独销售 也能够混搭出不同的风味 由于全部都是手工制造 因此也必须在现场等待制作 尽管手工制造要价不菲 一球冰淇淋要价128元台币 或是一盒500毫升的商品要价366元台币 但因为口味新奇 让店家人潮依旧络绎不绝 过日新闻承受比